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我们借着基督的恩典 而达到完美的标准 它呼召我们要选择正确的一边 以便与天上的媒介联合 混用那个使用我们恢复上帝形象的原则 它在圣经和大自然的课本里面 启示了生命的原则 而我们有责任了解这些原则 以迅从的精神和它合作 恢复我们的身心健康 人们需要明白 唯有领受了基督的恩典 才能够充分享受顺从的福气 唯有基督的恩典 使人有能力服从上帝的略法 争夺罪恶习惯的束缚 唯有从基督的恩典而得的力量 才能够保守他们坚定地 行走正直的道路 纯极大能的福音 一旦被人使用 就能够医治那个由罪而生的疾病 公义的日头升起来 奇光线有医治之能 这个是记载在马拉基书 史章二节里面的 世界上一切的物质都不能够 医治破碎的心 带来心灵平安 消财挂累 自好疾病 而明星 天父 财华都不足以使忧愁的心快乐起来 或者使到被浪费的生命恢复过你 上帝的生命在人身里面是唯一的希望 基督浸透人全身的爱 买是一种次生命的力量 他被人看的每一个重要部分 大脑 心脏 神经 带来医治之能 他在人心里面栽培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没办法摧毁的喜乐 这个就是在圣灵里面的喜乐 以及刺健康和生命的喜乐 虽然历代以来罪恶加强了对人女的控制 虽然撒旦用假度和诡计 以他自己的解释使上帝的道蒙上了阴影 并使世人怀疑耶稣的善良 但是天父的慈爱和怜悯却不停谈倒在人间 只要人向天上开启心灵的窗户 接受上帝的恩慈 医治之存就会涌流入来 内文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